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看到队友在那么拼命 然后自己在场下不能帮上忙 是一个很着急的状态 就特别想帮助中国队赢 然后呢 我当时是看到包子冲过去那一刹那 我觉得 哦 中国队赢了 然后我才去医院的 当时我发现我这个人很奇怪 就大的事情的话 反而会更加冷静 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跟我说 她说就是因为小时候比较调皮捣蛋 就是病痒痒的时候 她说反而更懂事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她说每次我病的时候 我都会说 哦 老妈你辛苦了 老妈你好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她就会觉得特别感动 白天工作拍戏 收工了以后我就会待在房间 其实我除了运动以外 并不是很爱离开自己的房间 我觉得就是因为工作也会 有的时候很辛苦 就在房间休息啊 可能打打游戏啊 看看动漫啊 看看电影 然后 泡个脚啊什么的 我的 就是有个理想 就是想开演唱会